基隆仁义路上的咖啡青石店招牌 以中式登榮呈现 往下一瞧竟然是北馆的偷骑车 进到店内探访美食 遇上来自西班牙的台湾女婿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镇头车 主要是用一个外国人 然后进到我们台湾来 然后要了解本地文化 那那个北馆的镇头车 是在基隆是非常传统 非常在地的一个文化 它透过中西合并 然后才希望能够激当出 一个很不一样的火花 来自西班牙巴塞荣纳的Garbel 遇到真爱 放弃在英国15年的医疗事业 飞来台湾 因为爱甜点 也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 甜点师傅有缘 成为甜点烘焙达人 拿出店里的招牌 盖尔饼干 推荐伯爵红茶干果 及可可巧克力荆棘 这两款口味 我们用的都是非常天然的食材 然后从那个都它自己 手工纯手工做 那我们用的糖是 只使用甜菜根糖 跟罗汉果糖 那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健康的 比较负担的一个甜点 然后给大家多带了一点 小小的确信 吃起来蛮绵密的啦 有点微甜 听说这个糖是罗汉果糖 对这个糖尿病的人 比较没有负担 另外西班牙披萨 和西班牙烘蛋 也很受好评 这一属的披萨 吃起来口感非常棒 它里面有烘蛋的感觉 然后又有马铃薯 细嫩的味道 还有来自西班牙的可可饮品 暖人味蕾 我第一次来尝到 这个西班牙这个可可 非常好喝 在台湾六年 Garbio夫妇两 从微风百货开市 到成立工作室 如今在基隆开店 老板娘与中华民国 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理事长是同学 因此将北管文化 融入异国料理 灯绒 旗帜 镇头车 延展传统艺术 周边产品的生命力 遇到了我们现在这位同学 然后他刚好 嫁了一个西班牙的老公 那很凑巧 他又有手工饼干 手工蛋糕 这方面的制作的才华 就跟我们的北馆 就结合形成了北馆的 一个产业链 甜点与传统艺术 激荡出的火花 已经吸引了一批忠实顾客 佛佛俩也参与进入市集活动 又将改良过无负担的 西班牙甜点好滋味 传递出去 记住蔡小军采访报道